第一从我们高血压的发病来看 我们北方确实是高于南方 我们北方人的饮食偏咸 我们喜欢吃咸菜 我们的面食里面它会加进盐进去 南方偏甜 那么实际上我们国家的高血压的发病人群 北方也是高于南方 那么盐和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关系 第一盐它们主要成分是氯化钠 钠离子的摄入对于血管来说 钠它进入血液是和水一起进来的 钠增加了 那么水意味着要吸收增加 那么血液的容量是增多的 最终血液容量